我们继续上课 现在讲太阴阳明论的第二段 七十一页下边 这一段是论脾病四肢不用之理 脾有病四肢不能运用的道理 我先读一遍 第一 脾病而四肢不用何也 齐博曰 四肢皆摒弃于胃 而不得致经 避阴于脾乃得丙也 今脾病不能违味 行其今夜 四肢不得丙水骨气 气日已衰 莫道不利 筋骨肌肉皆无气已生 故不用焉 第一 脾不主食何也 齐博曰 脾者土也 至中央 常以四时掌四藏 各十八日既至 不得独主于时也 脾藏者 常住为土之经也 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 顾上下 顾上下至投足 不得主食也 毕语 脾与味以魔相连耳 而能畏之行其今夜何也 齐博曰 足太阴者三阴也 其脉贯位赎匹乐焰 顾太阴 为之行其于三阴 阳明者表也 五脏六腑之海也 亦为之行其于三阳 脏腑各阴其精 而受其于阳明 顾为味行其今夜 四肢不得丙水骨气 日以易衰 阴道不利 筋骨肌肉 无气已生 顾不用焰 这最后一句话呀 有点和前面中间 有那么一段话重复 我们串讲 脾病而四肢不用何也 首先提出个问题 脾有病 为什么四肢运动受影响了 或者四肢不能够正常的运动了呢 那当然我们过去学过 说脾主肌肉嘛 脾有病的肌肉无力了 所以就不能运动了 但是这些观点从哪出的呢 内经里头有关脾与四肢运动的问题 讲的是很多处谈到了 又讲脾主四肢 脾主肌肉 都和本篇的理论有密切关系 他首先提出脾病而四肢不用 从病理上来讲 脾主回答这个问题说 四肢皆丙气于胃 说四肢的运动都需要有胃气 有水肢有水肢 有水股精微之气的冲氧 或者在这个概念上说 那些个气精微之气就叫阳气 说阳气十四肢 清阳十四肢 着阴归六腑 我们在讲阴阳影响大论的时候 讲过这个问题吗 说是四肢皆丙气于胃呀 都从胃气那儿 接受来营养 接受到气血精液的滋养 说四肢皆丙气于胃 丙是丙瘦啊 皆从那里接受 气 这气是水股精微之气 气血营养 气血精液之气 皆丙气味 而不得至精 虽然是四肢皆需要得到 从胃那儿得到水股精微之气的滋养 得到气血精液的乳养 但是呢 就不得至精 这个不得至精啊 教材有注释 各位看注释一 至精啊 在态速叫静制 静制 就是直接送道 直接到道 静制 就直接到达的意思嘛 虽然说体位 虽然说四肢啊 需要从胃那儿得到这个精微之气 但是精微之气又不能直接到达于四肢 也就是说不能从胃直接到达于四肢 它中间有一过程 才能到达于四肢 怎么过程呢 哦 再说这个至精啊 那么用我们的观点看来呢 按态速写的就比较恰当 而不是至精 不是到达经脉 而是 精致 直接到达的意思 那我们的观点呢 态速 是可从 应该从太速之说 他不能精致 直接到达于四肢 中间有一过程 这过程必因于脾 要必须经过脾气的运化 才能够到达于四肢 乃得 丙也 由于脾气这个作用 四肢才能丙受胃气 或者胃 所化成的水骨精微之气 所以他说啊 四肢不用啊 脾病四肢不用啊 最根本的道理 就是脾 就是四肢不能得到水骨精微之气的滋养 虽然说 四肢所得到水骨精微之气的是来源于胃 但是胃不能直接把它送到四肢去 还需要通过脾的运化作用 这不是一句话就等于回答了这个问题 简要的说 就是这么回事 脾病为什么四肢不用 就是因为 四肢得不到水骨精微之气的滋养 今脾病不能为胃兴其今夜吗 你看上面 上面讲的这个接饼气于胃 他只说气嘛 你看那气不就包括今夜在内了吗 脾病不能为其今夜吗 所以我说的气血今夜 前面那个气 既包含水骨精微之气 又包含有气血今夜在内 这都统称之为气 这四肢接饼气于胃这个气 既包括水骨精微气血今夜 都包括这些 脾病就不能为胃兴其今夜 也就是说胃有经夜没有 有经夜 这个经夜怎么办呢 气血经夜呢 需要英国脾才能给它运行 叫脾为胃兴其今夜 但是这是一句话 下边可还有胃胃脾行今夜 脾胃是相合的 缺一不可 脾胃胃行气什么呢 后边有 脾胃胃行气于三阴 脾把这气血今夜运行到三阴经 脾为阴吧 胃呢 胃为阳 胃把这些水骨精微之气 运行到三阳经 所以脾胃相合 六阳接受其气 四肢接受精微之气的毒痒 气血今夜 都有 都受到这个滋养 所以呢 说脾病不能为胃 行气今夜了 四肢不能 四肢不得饼水骨气 因为脾病不能行今夜 所以四肢就接受不到 水骨精微之气的滋养 气日已衰 那么四肢中的气血今夜 就一天比一天的不足 所以气日已衰嘛 一日比一日的衰 末道不利 末道也不通常了 气血今夜衰了 末道不空虚了吗 当然就不利 末也不利 筋骨肌肉皆无气已生啊 筋骨肌肉都没有精微之气 对他滋养 对他滋生 这个生也可以作为滋养 筋骨肌肉皆无气已生 皆得不到精微之气的滋养 故不用烟 所以就不能运动 筋骨肌肉已经末道 都没有气血今夜滋养了 那他怎么运动啊 有气才能动嘛 没有气就不能动嘛 所以说脾病啊 就是因为脾病不能行气血 肌业了 所以呢 人体的脾也好 脖也好 筋也好 肉也好 都没有水骨精微之气的滋养 因此就不能运动 没有运动的力量 这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可是下边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 提出什么问题呢 说脾不煮食 我听说脾不单独煮一个食令 甘煮春 新煮夏 肺煮秋 慎煮冬 脾不单独煮食 是为什么呀 有这么一个理论呢 也就在内经时代有两个理论 一个叫脾煮常夏 另外一个叫脾不煮食 就不可食令消和 两个理论 本篇就是讲的脾不煮食的理论 没有一个食几 没有一个节气 没有一个食令和他相应 脾不煮食和也 人家甘煮春啊 新煮夏呀 那么脾不煮食 是为什么呢 他提出这么个问题 回答 是这样回答的 说脾者土也至中央 脾如土 土在四藏之中 土在中央 东西南北 中 脾属于中 上下左右 脾属于中 从立体上 从平面上 脾都在中间 所以叫脾中央啊 脾就主持吧 主持着中间那个地方 这个部位 虽然他不主于食 但是呢 他常以四食 涨四藏 就脾气啊 分布到四食去 他不主于一个食 他却分布到四食去 而为四藏之涨 常以四食 涨四藏 脾胃之气 分布到春夏秋冬四食去 分布到上下左右四方去 而为其他四藏之涨 肺主东 肺主 肺主东足左 肺主西应右 心 心主南在上 肺主北在下 上下左右 这个东西四方 这是四藏 但脾就是在中央 所以呢 他至中央 分布到四食 而为四藏之涨 在这个意义上 他是四藏之涨 而以四食 涨四藏 这个涨 或者 作为涨养之涨 也可以 不是涨官之涨 作为涨养之涨 也可以 分布到四食 而滋养其他死藏 两种理解 我认为都是对的 各十八日季制 他虽然不读主义时 分布到四食都去 那具体再给他分 应该在四季的什么时间呢 这一个理论认为 他是分散在四季之末的 各十八日 也就是春三月 正月二月三夜 九十天 三月的最后十八天 属于皮 九十天 跑去十八天 真正属于干的 那还有七十二天 下三月四五六 最后十八天 也属于皮 秋冬都是这样 每一个月的九十天 最后十八天 都属于皮 那么四个十八天 是七十二天 每一季的九十天 跑去十八天 还是七十二天 所以这个理论 他是把一年三百六十天 分成了五个七十二天 皮胃和其他是均坍了 是这样一个理论 当然在我们中医传统的 理论当中 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 就是在内经 也还有些其他的观点 那就是说把皮 其他观点 关键是把皮胃所占的 时间扩大了 因为皮胃为后天之本 至中央 所以他所主持的时间 不是五分之一 现在我们不是五分之一吗 一年三百六十天 他占七十二天 和其他四藏相等 那么其他后来的 发展的理论呢 就是把皮胃所主的时间 不是占全年的五分之一 而是占到全年的三分之一 那就把皮胃的 这个功用扩大了 在理论上是这样的认识 本篇只是占分的 按五脏均衡 时间上是均衡的 各十八日记制 不得独主于十爷 所以他不能够单独主持春夏秋冬 四十每一十 我刚才说了 这是一个理论 咱们还有皮主长夏的理论 而且皮所主食 还有这个皮主全年三分之一的理论 还有 皮者长柱未土之经验 长柱的柱字 显柱的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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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旺盛起来 使得明显起来 皮常柱未土之经 常把胃的精气 让它显柱起来 让它发挥很明显的作用 所以说叫皮常柱未土之经 未土之经 也就是气血金液 胃所化生的气血金液 水谷精微 能够使了 能够使水谷精微之气 气血金液不达于前身 那才能显柱吗 所以常柱未土之经 是说皮的运化作用 能够把胃气 水谷精微气血 不达到全身去 使它显柱 使它发挥作用 土者生万物 而法天地啊 就为自然界来讲 是这样的嘛 土是生万物的嘛 人的脾位属土 也是生整个人体的吧 人体其他各个部位 生长发育 维持生命 都需要脾位之气嘛 都需要土气嘛 任何时间 任何部位 不得无土气嘛 所以说土生万物 而法天地 像自然界的天地那样 脾位之土气 像自然界天地的土气那样 来营养着一切 来滋养着一切 万物归于土嘛 万物归于土啊 下面就联系到人体 故 脾位之气怎么样 上下至头族 这个头族是说 从头到脚 其实是说的 全身各处 表里内外 他说的是 从头到脚 其实说的 从头到脚 从表到里 全身各处 也就是脾位之气 到达全身各处 刚才我所说的 无时无刻 无处 不得无土气 土气什么时间 什么部位 都得有 如果没有 对人体而言 那个局部 或者那个全身 就是一种病态 就如同上面所说的 没有土气 四肢都可以不用 故上下至头族 不得主持 不单纯主持一个实验 什么实验 都得有土气 哎 这就说回来 前边虽然说了 既旺欲四季之末 各十八日 十指上 其实并不是指这十八日 你看后边说了嘛 上下至头族啊 各处都得有土气 他只不过是这样一种计算方法 按五分之一来算的 五藏按五分之一 匹占五分之一来算的 实际上意思还是在说 各处无时无刻 无处 都不能缺土气 所以才说 上下至头族 不得主持嘛 刚才我说了 这个头族 其实是说的 上下表里内外呀 无时无刻呀 都需要有土气 正是因为各处都需要有土气 什么时间都需要有土气 因此呢 匹反而不能单独煮一个石了 你不能说春天有土气 夏天就没了 这不土气 无时无刻不可缺嘛 地位 匹与胃以磨相连而 这又讲到解剖的问题了 匹卫这么大的作用 匹卫之间有这样的密切联系 万物是万物之母 是吧 土生万物吗 这不是万物之母吗 可是又谈到呢 匹与胃不过是以磨相联系啊 这不讲到解剖问题吧 匹和胃有一个磨相连 而能为之行其金业和业 它只不过是有磨相连 怎么能匹就能为胃行金业了呢 所以下面解释 就不能单纯从解剖的角度考虑 单纯从解剖的角度考虑 匹以磨相连就疏散不了它的金业 那磨啊 并不是布散金业用的 或者说 不是胃的金业全通过这磨去布散的 尽管这谈了解剖 下面解释 可并不是按照解剖来解的 怎么解的呢 说呀 匹与胃呀 这关系呀 是非常密切的 特别是在经脉上 他们是相互联系的 这个足太阴呢 是属于三阴 三阴经 太阴 少阴 绝阴 太阴是三阴 少阴是二阴 绝阴是一阴 三二一 是摆成一二三的话 按顺序 太阴是三阴 所以太阴者三阴也 三阴经 这个是三阴的经 太阴经 其脉惯胃 属脾 乐于 烟疫 烟后不肺 它的经脉的巡形呢 是 虽然是属于脾的 但是它灌胃 经脉上 它就与胃相灌通 就足太阴经啊 是灌胃 属脾 这个疫就是烟疫 就是上面所说的 这个这个地气通于烟 天气通于 天气通于喉 地气通于烟 这个疫就是烟 因为水谷之气 是通过烟的 所以它讲灌胃属脾乐意 顾太阴 为之 这个太阴呢 就是讲的脾经 就是脾太阴脾经 顾太阴 为之行去于三阴呢 行去于三阴 这个三阴 就是太阴绍阴 绝阴的一二三 三阴了 跟前面那个 足太阴者三阴也 那三阴不一个意思啊 前面的足太阴者三阴也 它是三阴 是它是第三阴 那个哨音是第二阴 绝阴是第一阴 排成第一第二第三的意思 这个呢 足太阴为之行去于三阴的三阴 就是泛指的 三阴经的 太阴绍阴 绝阴都在内 所以这两个三阴具体所指 不完全一样啊 因为足太阴 它是阴经 所以它可以把 气血经验 运行到阴经去 它这段理论是讲啊 阴经就把气血经验 运行到阴经去 阳经把气血经验 到阳经去 位属阳 所以位就能把 足阳明经 就可以把气血经验 运行到阳经去 它是这么一个解释 足太阴是三阴经嘛 那么所以呢 它的经脉又惯胃 所以它可以把胃 中的气血经验 把胃气 所化成的气血经验 运行到三阴经去 阳明者表也 阳明是太阴经的表啊 互为表理吗 太阴为理吗 阳明者表也 又是五脏六腑之海啊 阳明虽然是水谷之海 但是 也是五脏六腑之海 为什么又称其为五脏六腑之海呢 其实就是因为 胃气 是气血经验 化生的部位 没有水谷 就化生不了这个经验 气血经验 化生不了气血经验 五脏六腑都得不到滋养 就没有办法维持生命 就此而言 所以说 胃 是五脏六腑之海 就此而言 说胃 是五脏六腑之海 也就是后天之本的意思了 五脏六腑 全需要得他的字样 那么怎么样呢 为 为着阳明者表演 意味之 行气于三阴 未知啊 就是胃脾了 上面那个脾胃之 是为胃 行去三阴 这个胃啊 足阳明胃呢 又为脾 行去三阳 换句话说 脾胃是相互结合的 脾啊 把基业 气血基业 运送到三阴经去 阳明啊 胃啊 把气血基业 又去运行到三阳经去 这是互相为用 太阴阳明 互为用 互用 脏腑各因七经 五脏六腑各因七经 各因什么七经呢 脾经 这里又说是五脏六腑各因脾经 而受气于阳明 虽然是受气于阳明 但是因为脾经 必须有脾经在那里运化 开头一句话不就是这么讲的吗 四肢不用着何也 四肢皆秉气于胃 而不得静志嘛 必淫于脾乃得兵也 所以这句话 跟前面的意思是相同的 所以脏腑各因脾经 而受气于阳明 皆秉受阳明之气 秉受胃气 其实就是秉受水骨精微 气血精液 故微微行其精液 所以说呀 脾是微微行精液的 这话 这段话好像说来说去 颠倒来颠倒去 其实就是说这么个理 脾胃相互为用 尽管胃是受纳水骨的 胃气呢 是一身生命之根 但是它要想发挥作用 需要和脾相互配合 需要有脾气的运化 对水骨精微之气 才能发挥滋养全身的作用 那么如果详细分工来说呢 脾 足太阴经 主要是把金液运送到全身去 阴经去 胃作为阳明经 主要是把金液运送到阳经去 运送到阳经去 也需要脾的运化作用 这个最后的这句话呢 说四肢不得饼水骨气 日移说阴道不利 跟前面那句话 没道不利 除了这个阴道没道不同之外 这句话都一样 所以没有 不必要再继续讲这句话了 这一段呢 重点呢 是讨论脾病而四肢不用 这道理似乎并不复杂 但是这里头又提出了一个呢 脾不主食 而寄放于四季之末 各十八日的理论 这在内经里面 也是一个特有的理论 同时这个理论 也影响着我们中医 后世中医学理论的发展问题 串讲就到这 下面我们看理论阐释 理论阐释啊 第一个是讲脾与胃的关系问题 脾与胃的关系呢 总的来讲 二者是相互配合密不可分 后世所说的共为后天之本 他们之间联系 我们在这个理论阐释里边 是从这样三个方面说的 一是从组织结构上 这就所谓解剖上 主要是从解剖上 脾胃以模相连 同时呢 说解剖又不太全面 为什么呢 还有经脉相互乐属 所以还说叫做组织结构吧 因为经脉问题 经肋问题 到现在并没有从解剖上找得到嘛 尽管研究了多少年了 有一些发现 但是经的到底是什么 所谓经的实质 目前还没有最后确定啊 而且也不敢说 谁从解剖上找到经的了 还是没找到 但是经的确实是存在的 这谁也否认不了了 存在 目前从解剖上 看不到 可以知道 解剖位置 这个位置 是哪条经 这可以知道 但是经脉具体的 解剖上是见不到 所以说我们还是用组织结构 但是以模相连 这模肯定是解剖的东西 这就从结构方面相互联系 以模相连 经脉相互乐属 属于匹的灌位 属于位的乐皮 或者说属于阳明的 就乐太阴 属于太阴的 就灌阳明 乐阳明经 灌位 经脉的相互乐属 当然了 因为阳明经属阳 太阴经属阴 又是阴阳表理 这两条经 是相合的 表理相合的经脉 组织结构上 有这个表理相合的关系 他们生理功能上 就更是相互联系 相互为用的了 也就是两者既分工又协作 共同完成 对水谷的消化 吸收 疏布 等等的功能 共同完成的 脾 为胃 行去于三阴 太阴经 胃 足阳明 胃经 胃脾 行去于三阳 什么胃脾 为胃 其实就是相互之间的 相互为用 说是这么说 实际上 就是脾胃 共同的发挥作用 有阳气的作用 有阴经的作用 把气血 基业 运送到全身各处 这是从生理功能方面 相互联系 密不可分 再有呢 我们在这个生理功能方面 又谈到了 胃为造土 脾为师土的问题 所谓 造师相济 升降相阴的问题 脾为造土 为 脾为师土 胃为造土 但是呢 脾 喜造而勿失 胃 喜润而勿造 那么这俩不是相互联系了吗 相互为用了吗 脾是师土 但是喜 喜造 正好胃是造土 胃为造土而喜润 正好脾是师土 这俩是造师 相济 造师相济 其实还有呢 升降相阴 造师相济 升降相阴 脾虽然是属阴 但是阴极必升 所以脾气 以升为顺 脾是属于阳 属于六腐之一 腐以下降为 为顺 它叫 胃以下降为和 所以这是后人总结的 不如内经总结的 叫脾以升为顺 胃以降为和 这升降相阴 造师相济 造师相济 生降相阴 胃造 正好两个脾胃相济 正好脾造 脾喜欢造 胃就是造 胃喜欢湿润 脾就是姓湿 所以造师是相济的 升降相阴的 脾是上升为顺 胃是以降为和 脾以升为顺 胃以降为和 所以我们临床治疗 合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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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要降 让胃气下降 以降为顺 以降为和 合胃什么 合胃就包含降胃在内 老老子往上腻 这就合不了胃 这好一升一降 这相互协调了 起到升降协调的作用 所以从生理上 有造师相济 升降相阴 这样的相互为用 或者叫做相反相成 第三个方面呢 是从病理方面看 病理方面看呢 还是一个阳道石 阴道虚 咱们提到过的 那么同时呢 又提到脾病而四肢不用 脾病四肢不用 其实胃病四肢就用吗 不可能吗 只不过是强调的是脾 所以在病理上 他们之间也是互相影响 就以四肢不用而言 本段先是说 四肢不用啊 是关键于病在于脾 脾不能唯卫行其今夜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胃热 照样四肢不用 比如说尾症 那当然就是属于不用 肢体尾肺不用 肌肉萎缩 骨液萎缩 筋液萎缩 全萎缩 不能运动了 围症 那么围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得阳明有热嘛 由于胃太热了 筋液不能产生了 不能产生筋液 当然四肢也不能用 那不是个单纯痞的问题吗 他首先是胃有热了 那么所以前人总结出歌诀 说无伪皆由肺热生 肺可以生伪 但是阳明无病不能成 阳明要没有病的话 一般不得伪症 伪症 他也得有阳明的病 也就得有胃病 胃的病 所以呢 那你说脾 四肢不用都在于脾 不好那么说 其实就是相互联系的 所以说脾 脾之病 胃之病 在相互 相互联系上 从病理上 是非常密切的 而且胃的受纳 受纳存在问题 住见脾也会虚 脾不能运化 吃的食物也运化不了 胃也不能再正常的 继续受纳 所以受纳以运化 胃主纳 皮主化 这俩之间也是相互影响 缺一不可 所以从病理上 他们之间也是密切联系的 这个理论阐释的第二问题 就是谈到后天之本的问题 这后天之本的问题 是我们中医一个独特的东西 也可以说也是个独特的理论 从现在医学看 把胃切除了 还可以照样输液活着吗 当然胃切除的那胃 不能代表产生胃气的中医 这个整个的胃 但是毕竟中医也认为那是胃 也不能说那不是胃 所以咱们从中医理论上 对这点尤其重视 那么特别是从古代的观点来看 要没有这个胃了 后天不能 没办法活了 现在还可以输液 输阴阳 输什么等等的 维持这个生命 可以维持一段 这段肯定不会太长 无论多长 也不如有这个胃存在时候长 但是毕竟能维持 但是我们从中医角度看 没有胃气是不行的 当然我说了 现在所说切除胃 不是切不了中医所说的胃气 那不是不能说是一回事 但是现在所切除的胃 毕竟它也是属于中医所说的胃 也不能说不是那个胃 只不过中医所说的胃 胃气概念更大 更广 气血之源 后天之本 这历来被中医界所重视 甚至也有不少专家 专题写论文 对对对 金元寺大家之一的 你们大家熟悉的李东元 就是脾胃论 就是以一个强调脾胃的这个问题 而著称于伊林 成为次金元四大家之一 在医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站在哪了 就站在 特别重视了 特别隐身 特别发挥了内经的脾胃 这个基本理论 他就成为一个大家 当然重视脾胃是我们历来的 历来的这个这个观点 李仲子 一宗必读 其中还有 脾胃后天之本论 一宗必读啊 不是以动子 是以中子 他讲了脾胃后天之本论 甚为先天之本论 以轨通缘论 他讲了好几个论 从医学理论 讲的理论 讲的很深透的 不妨读一读 这是本段呢 我们所说的 从理论阐释方面 从组织结构 生理病理 以及第二个问题 就谈了后天之本的问题 后天之本的问题 我们将来在内经课当中 不断的会提大的 这个林郑只要 林郑只要谈到一个脾 脾病而四肢不用 脾病而四肢不用 一般的四肢怠惰 四肢无力 那么应该考虑到 健脾气 补脾气 四肢沉重 那应该考虑到 健脾化湿 由湿重导致了沉重 刚才我说的 我们引证过六节 这个阴阳阴相大论 说青阳食四肢 四肢不能充食四肢 所以四肢无力 这青阳主要是脾胃之气 那所以四肢乏力 一般的说应该考虑到 不脾气 健脾的问题 四肢沉重 一般考虑到健脾去湿 由于湿导致了 肢体沉重问题 那么再有就是说肢体不用 体病而四肢不用 比如刚才说那个伪症 伪症呢 有阳明热症 也得有肺热症 一开始的伪症 都是先有肺热和胃热 产生肢体伪 或者一般的说 这伪症开出都有发烧 都有发热 热在哪来的 热在于胃 热在于肺 所以治疗伪症的话 开始都应该 轻肺热 轻胃热 或者轻宣肺胃之热 又轻还有宣 轻宣肺胃之热 当然现在很少见了 小孩都 小孩都吃这个预防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脊髓灰白止烟 糖丸 那在没有预防 这糖丸喝 糖丸不普遍的时候 那么很多人 真是很多人呢 太残忍了 都得了肢体的这个伪肺 一侧的伪肺 下肢为多 后来我们不是把那叫 小儿麻痹 那也是伪症啊 后来 但是这个病当初 也是先有发烧 也是应该轻肺胃之热 或者轻宣肺胃之热 才对 现在这个病越来越少 因为孩子们 幼儿都开始吃那个 预防免疫糖丸了嘛 就是说 那个病开始是肺胃 但是进一步 当那肺热 胃热都已经退了 肢体不能动了 那么这个时候 要在中医治疗的话 就应该是采取 健脾的方法 脾主肌肉嘛 脾主四肢嘛 脾病而四肢不用嘛 所以当然应该是 健脾不脾 针刺穴位 也应该除了治阳明经 还应该治太阴经 吃药也这样 针刺治疗也应该这样 所以说 脾病而四肢不用的问题 它是一个要和整体联系的 要和全面情况 比如说我刚才说 伪症你也考虑到肺 考虑到胃 然后考虑到脾 它病 它有一个不同的阶段 以哪个 以病所在放腐啊 它有一个重点 但是毕竟是以脾胃为主 这是讲的是这个 脾病而四肢不用 下面一点说 林郑只要讲的是 五脏六腑之海 胃是五脏六腑之海的问题 这一段呢 引证了内经的不少的东西 我们曾经说过海是汇聚之处 是物之物气之大者 胃之海 所以胃叫水骨之海 那么又叫五脏六腑之海 这个概念呢 就是说 是水骨精为化生之处 有了水骨精为化生了 才能够滋养其他脏腑 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 就这个意义上呢 所以说它是五脏六腑之海 又叫五脏六腑之大圆 同时呢 你看到这个 咱们教材上引了 在这个林郑只要这个第二里头 预计真脏论 还说五脏者皆摒弃胃 胃者五脏之本 其实还是讲的后天之本的意思 所以 治疗任何疾病 都要注意 胃气 诊断的时候 应该注意 病人胃气的胜衰有无 胃气旺盛 虽然有病容易治疗 胃气很衰 治疗比较难 没有胃气 一般说是从中医传统理念上说 是不能治疗 或者叫做非常难治了 要说不治 说不治之症 内经虽有很多不治之症 但是内经也反对不治之症的说法 他所说的不治 无非说是很难治了 没有胃气 当然是很难治了 这是从诊断也好 治疗也好 就是从这个疾病的 这个对疾病的观察 对疾病的分析 对疾病愈后的认识 这是不错的 包括望面色 这个了解病人的饮食 耳变 切脉 看看有没有胃气 等等方面 都要注意 对胃气的认识 对胃气的分析 掌握病人 了解病人 胃气的胜率有无 只有这样 你才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才能拿出一个相应 比较准确的治疗方法 在治疗方面 治疗方面第一点 无论治什么病 外感内伤 都要注意保护胃气 不能说为了治病 把人的胃气给伤了 尽量保护 当然有一些药 肯定要伤一些胃 那你在配方的时候 要注意怎么样 千方百计保护 让他少伤点胃气 这是治疗所必须的 不是只看到病 应该看到人 这个胃气 就是这个病人的 我们治疗那个病 是用药去治那病 但是在治这个病的时候 你要注意看到 保护这个人 这人的胃气情况如何 进得起进不起 你这个治 所以沙漢论 学了一本沙漢论 专家不断的讲这个问题 从古至今 研究沙漢论 都提出这个问题 叫做保卫气 存经验 张忠景是医生 给我们留下的经典 治疗很多的病 不论治哪个病 哪个方 其中都有这一点 保卫气 存经验 都是要既治病 又看到这个人 这是这样 同时在治病当中呢 就不许伤害胃气 保卫气 存经验 再有呢 还有一些病 尽管病不是胃的病 是其他的病 甘心肺肾 这类的疾病 在治疗的时候 有的时候疗效病不太好 常有这个事啊 看医书啊 什么病都能治了 但是到临床上 这明明是肺的病 你去死活治肺 反而复去治肺 不论你是寒热温清 还是不屑 他都有无效的时候 或者说 效都不理想 疗效都不理想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有一招 就是调胃气 补胃气 不单是补 还有有调的问题 从后天之本来治疗 培养后天之本 补充人体的正气 增加人体的抗病能力 这也是重视胃气的 一个方面 当然对于肺而言 我们有补土生筋 是吧 肺病治不好 就补土 补脾胃 补完脾胃 脾胃了 脾胃熟土 就能生肺筋 其他的病 也有这类问题 所以咱们 教材的这个 《未为五脏六腑之海》的 这个林郑指药当中 引证了周子干的 肾摘一书 辩证实质 其中说 诸病不遇 必寻到脾胃之中 方无无一失啊 说什么病啊 总之也治不好 这可怎么办 当然有的强调 是补肾一招 一个思路 是从补肾 先天之本治起 但是也有一个思路 从后天之本治起 你比如周子干先生 这个肾摘一书 就是从后天之本 想到的问题 说诸病不遇 也就是说很多病不好治 效果不好治疗 必寻到脾胃之中 你要找到 它是不是脾胃的问题 方无一失 这样的话呢 才不至于有失误 何以言之 脾胃一上 四脏皆无气 皆无生气 故诸记日多亿啊 说病越来越多 万物从土而生 亦从土而归啊 万物生从土生 万物又归于土 所以说补肾补肥 当然也有的专家说补肥不补肾 是说我们现在引证的是强盗补肥的重要性嘛 确实补肥很重要 当然不反对 补肾的重要 那就根据病情而定嘛 所以在临床上 要注意这样几个方面 诊断要注意胃气 用药不许伤胃气 诸病不育 要考虑到 从胃至齐 从脾胃至齐 这是临床应用的一个基本思路 下课 下课 神经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